台湾县城公镇台11十余闪断9号晚间6点50分左右 发生了一起小货车撞死行人的意外 49岁的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 由南向北行驶行经事发路断时 撞上铜像步行的71岁陈姓妇人 导致陈妇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而送医后急救无效 警方在车祸的现场 摆放起山脚追市井 并针对车祸的现场进行踩正 昨日晚间接近7点时 台11线十余闪路段 发生了一起死黄的车祸意外 一辆小货车疑似因为天色昏暗视线不佳 撞击到铜像步行的妇人 造成71岁的妇人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在紧急受医急救后 人事伤重不治 11月9日晚间18时50分许 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货车 于成功镇台11线死于闪断 南向北行驶 撞上于同向车道 行走之陈姓妇人 陈姓妇人在现场 以陈姓欧卡 经送至成功医疗院所 救治 能急救无效 宣告不治 本案 道市陈姓驾驶 经久车直 测试为零 事故现场 稀属于两线道 陆幅散称宽阔 为事发当时 应已 陆夜 且现场完全无路灯照明 是否因此导致驾驶 未能注意 车前状况 而重上行人 或是另有其他造势因素 本分局课证调查理性当中 成功警分局也呼吁 驾驶人在行经光线昏暗的路段时 务必减速慢行 并注意车辆周围的状况 才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 记者陈姓玲 成功证报导